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16号 就法国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 向法国总统马克龙致慰问店 向全体法国人民表示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 巴黎圣母院是法兰西文明的重要象征 也是人类文明的杰出瑰宝 中国人民同法国人民一样 对此次火灾深感痛测 相信在法国人民努力和国际社会支持下 巴黎圣母院一定能顺利修复 在线辉煌